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以色列進入戰爭的第36天 那距離我們上次跟大家報平安已經過了一個禮拜了 那這一個禮拜我們都挺好的 我上傳了很多訪談的影片 不知道大家看了覺得怎麼樣 是不是就是有讓你們可以聽到以色列人心聲的那種感覺 那我也真的是花了很多時間去翻譯 然後上字幕 那雖然說我都有留言的地方跟大家說記得開CC字幕 但是我想可能有些人不知道那個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當然如果google已經查的話那就會知道 但是如果你還沒有google然後你想知道 就是什麼是CC字幕的話 其實就是你在點這個螢幕 然後你在這裡走上角你會看到CC 那你就選中文字幕 那有一個我覺得很特別的訪談影片 是我明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們在禮拜四的時候 有機會去訪問到以色列駐台灣的代表 瑪雅代表 那他在分享裡面就有一個讓我印象很深刻的 因為我有問他就是他覺得就是 百分之二十一的阿拉伯人口 在以色列的這些人阿拉伯人 他們是不是應該要在這個時間更多的為以色列來發聲 特別是哈馬斯他們跑來以色列領土的時候 他也沒有管你是什麼宗教信仰你的年紀 阿拉伯人他們也殺 那瑪雅代表他給我的回應是說 一個是在以色列有一個很有名的YouTuber 那斯德里 他也有去過台灣 那在戰爭發生之前 其實他是稱自己為巴勒斯坦以色列人 就是他先是巴勒斯坦人 才是以色列人 但戰爭之後他改變了想法 因為他覺得最終以色列這個國家 才代表他所相信的價值觀 他一點都不想要活在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底下 或者是阿哈馬斯底下 所以他現在改了 他也很遺憾需要一場戰爭才可以讓他發現 他是先是以色列人 後來才是巴勒斯坦人 他的身份第一個是以色列人 因為這是代表他的價值觀 那再來第二個話是 瑪雅代表他說 他覺得本來是宗教領袖 有影響力的這些宗教領袖 應該都出來 來譴責哈馬斯這種極端主義 然後來證明給世界看 其實穆斯林是很和平的 也有和平的穆斯林這樣子 那在感情層面 其實我們也知道 我們身邊也有阿拉伯人 然後是比較認同巴勒斯坦問題的 像是我們前天去給寶寶打針 那我也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家的那個 這裡的那個衛生所 櫃台是阿拉伯人 掃地的人是阿拉伯人 護士是阿拉伯人 醫生也是阿拉伯人 就全部都是阿拉伯人 然後其實衛生所裡面都是三個語言 西伯來文跟阿拉伯文是一定有的 那也會有一些地方是有英文的 但是這些工作人員全部都是阿拉伯人 就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然後我們的醫生其實在兩個月之前 寶寶打四個月的疫苗的時候 他就有問我們關於 一巴衝突的想法 那因為我們是外國人 所以我們就有機會跟他講我們的觀點 那他也比較願意聽 那在他的家族裡面沒有人在西岸地區 也沒有人在加薩 但是即便他是拿以色列護照 但他說他就只是拿以色列護照 他心裡還是巴勒斯坦人 他還是比較認同巴勒斯坦人 甚至他還是稱以色列是一個侵占者 即便說他是這裡的公民 然後即便他是一個受過非常高等教育的醫生 但是他的就是意識形態是很強的 那我一點都不想要多講 因為就是他是我們的醫生 然後我覺得就是不要跟醫生講政治比較好 但是這個人很有智慧 你是怎麼跟他講的 通常你見到以色列人的時候呢 通常你見到以色列人的時候呢 不管是猶太人或是阿拉伯人 你就會問你怎麼應付最近發生的事 這是平常會會好像不管是陌生人也是會這樣 可以問 應該開場白啦 對 那他就開始了 那他就開始講到那個巴勒斯坦的 他們的已經有75年的那個戰爭 被侵占 對 他說不是10月7號才開始 這個事情不是一個月而已 到底是從1948年開始在家這一個月 然後我就一邊聽一邊感受這個聖靈的互動這樣 這是我們第二時間 所以我們 我不感覺到 他是一個 很接近的人 對 有些 為巴勒斯坦就是爭戰的那些人 他們是很 情緒很 很旺 很旺 沒有要聽 對他們是沒有 沒有這個打算聽 所以 這次我不感覺到他那個臨時他這樣 即使他很 他們裡面也是很煩 很憤怒 對以色列很憤怒 對 那我就感覺到 既然 我們是一個很特別 在 站在一個很特別的立場 一個是台灣人 一個是新亞坡人 他應該是有聽到 那個以色列的故事啦 這個衝突有兩面嘛 對不對 所以當然他已經有 聽到以色列的那一邊 所以我覺得講 以色列那一邊是 沒有用 對 因為他不想聽以色列那邊 已經聽了就 他還是選巴勒斯蘭那邊 對 所以我就覺得 那麼就跟他講 有關新加坡的故事 那 新加坡的故事就是 1963年的時候 然後英國就是退兵 那 馬來西亞 今天的馬來西亞 跟新加坡其實是 英國知名國 那 然後我們就 連在一起 在1963年的時候 那 有兩年的時候 新加坡其實是 跟馬來西亞在一起 那你知道在馬來西亞 那大部分的種族 是馬來人 就是穆斯林 反而在新加坡 大部分的人口 是 像我這樣 就是 我的祖先 自從中國 新加坡當時的第一個首相 是一個 人叫 李觀耀 他就 很想 就跟馬來西亞 就是 在一起 因為他相信 新加坡沒有一個靠山 是不能 生存的 可是問題就是 李觀耀是太聰明了 他 小時候 他 家族 就是 一個混種 就是 馬來人 混 華人 那 他其實從小 就 講馬來語 所以馬來語 對啊 可以說是他的母語 來的 不是中文 那 他又是一個很聰明的一個人 他就 好像念劍橋 他是劍橋畢業的律師 對 他的太太也是律師 也是同樣的人 所以 他 回到新加坡 當律師 那 他有見到 他本身的國籍 變成 從英國人 變成 日本人 日本國籍 日本國籍 日本國籍變成 又回去 英國 然後 就變成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人 然後 他 當然是 他講這句話 新加坡已經 跟馬來西亞分裂了 所以又變成 新加坡人 所以 他知道 這個 政治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 當新加坡跟馬來西亞 是 還在一起的時候 他會 去 那個 馬來西亞的首都 吉隆坡 去參加他們的國會 那 他就 開始 提倡 他提倡的 目標就是 每個 民族 每個民族 就是 同等 可是 問題是 馬來西亞是 大部分是 馬來人 就是 穆斯林 所以 你明天 如果你們聽到 那個 在台灣的 那個 一些的代表 他 會跟你說 其實要講 中東的時候 你也是 一定要講 另外一個話題 就是 宗教 所以在這邊 馬來西亞的宗教 主要是 伊斯蘭教 所以伊斯蘭教 當他們擁有一個土地 他們 認為 這個土地 是永遠是屬於伊斯蘭 因為 馬來西亞是 大部分是穆斯林 那 他們當然是 這個土地的 王 所以不可能給 像我這種的人 一個 平等的 對待 所以這就是 偏偏 李光耀 他想 提倡的 再加上 問題是 李光耀的口才 特別好 嗯 那他 真的 惹了很多 在馬來西亞人的 討厭 討厭 對 所以他們 兩年後 就在1965年 就覺得 我們要 馬來西亞要 把新加坡 把你們趕走 對 把我們趕走 那 那我在這裡補充兩件事情 一個就是 其實李光耀先生 他那個時候 根本沒有想要 新加坡被馬來西亞切割出來 他甚至 哭著在電視上面說 就是 This is a political joke 就是這是一個政治上的笑話 你要一個小國家 能夠 就是活下來 欸 新加坡沒有什麼 自然資源耶 當時的背景是這樣 但是 你看今天的新加坡 跟馬來西亞相比 新加坡厲害成功太多了 那第二個呢 我要補充的就是 我們也有跟醫生說 新加坡的領袖 很早就決定 就是要給政客 politicians 很高的薪水 為什麼呢 因為 已經知道人性的軟弱 就是很多人 如果 今天的薪水不夠高 那他就會 收賄賂 那 你要避免人家收賄賂 你當然就是要給人家 很好的薪水 所以新加坡的政客的薪水 是非常高 你們有興趣的話 可以自己去查 那當我們這樣跟醫生講的時候 我覺得他有點就是 哇 覺得很不可思議 怎麼樣有這樣子的領袖 有這樣子的遠見 預先就知道 就是 怎麼樣做 可以就是 讓國家的人 可以一起往前 而不是 為了自己的私利 然後 拿自己的權利去 那個 填滿自己的荷包 所以 我本身覺得 當我們 從馬來西亞 得到獨立的時候呢 被得到 被 被迫獨立 被迫獨立的時候呢 我們沒有 往後 退 我們只往前走 我們就 想盡不一樣的辦法 就怎麼 真正的獨立 那給一個例子 就是 當時 新加坡還是 依靠馬來西亞 供應那個水 那 每當 兩國之間 有一些的 衝突還是什麼 馬來西亞那邊 就會威脅 我們會把 把那個水 斷掉 所以 我們 沒有 因為這樣 好像 成為苦力還是 絕望 我們 一直 往前走 就是 想辦法 不要變成 那個 受害者 不要有 那個受害者的想法 那 直到今天的新加坡 所以 我也 稍微跟那個 我們的 醫生說 其實問題 對 我問人的水彈問題是 領袖的問題 對 加薩為什麼沒有成為新加坡 因為每個人都在說 其實加薩 以色列2005年 退出 加薩的時候 他不是跟哈馬斯談判 然後才退出 是以色列資源退出 所以當時的加薩 其實他們是有資源的 他們 應該是要可以成為新加坡的 也有貿易區什麼的 可是 後來他們就是馬上就 派人來做 刺客 然後自殺炸彈 然後就開始攻擊色列 就變成一個恐怖分子的溫床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 那個他們的領袖 跟你們新加坡的領袖 不一樣 為什麼他們沒有想要把加薩 變成新加坡 我覺得那個 區別就是那個 領袖的目標吧 因為他 從 頭開始 加薩的領袖 哈馬斯 都沒有 這個 想法要 提高 人民的生活水準 對 他們的目標 唯一的目標 只有一個 這就是要把以色列 殲滅掉 對 前幾天的新聞也是在說 他們的發言人就說 我們不是要去 我們根本不想要去管水 管電的這種小事 我們最重要的是發動盛戰 阿馬斯的發言人就說 有關他們的人名 誰保護他們的人名 他們覺得是 UN 聯合國 聯合國 是聯合國的責任保護 加薩的人民 不是他們的責任 所以這很離譜 對啊 這就是一個 領袖的差異 沒有為父的心 他們沒有要照顧自己的百姓 關切 重要要記得就是 不是說 加薩沒有錢 他們很有錢 其實 我剛剛讀到 賺錢 他們有 600個 百萬富庸 在 住在加薩 那 領袖都住在 卡德 他們都是 煮飯店 BillionS 一萬富翁 一萬富翁 百萬富翁 那他們 哈馬斯的 他們本身的 那個組織的預算 是幾億的那種 的價格 所以 他們是有錢 但是問題是用 錯的地方 就是自私的 就是為他們好 他們不管他們 所謂他們需要保護的 這個人 對啊 哈馬斯的領袖 比我們大家 加起來的那個財產 都還要多耶 那他的生意是什麼 就是利用人民而已啊 所以這很不公平 那你覺得 你講完那個 新加坡的例子 給我們的醫生聽 他的反應 怎麼樣 他最後我覺得 他 他同意 是嗎 他同意的問題是 感情上過不去吧 以色列 他說 以色列跟領袖的問題 這樣 所以領袖 他承認領袖有問題 但是以色列也有問題 但是其實 我覺得 以色列本來就是一個 民主國家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啦 他敢講出來 他的想法 其實就代表以色列 容得下有不一樣的聲音 嗯 我覺得 我的想給他的重點就是 當你有問題的時候 你不要第一個就是 怪別人 嗯 怪以色列啊 怪這個 嗯 首先要看 看你的裡面 嗯 所以 覺得 這是我的 想跟他講的東西 對 對 他也不知道原來新加坡那麼小 因為聽起來新加坡就是一個很厲害的國家 新加坡 比加沙大兩倍 嗯 然後 大概是 台北市的大小 所以 嗯 一個這麼小的地方 可是這麼厲害 讓這麼多國家的人都羨慕 所以 是一個很正面的例子 也是一個鼓勵啦 嗯 嗯 我當然要說新加坡不是一個 完美的國家 對完美的國家 OK 但是接近完美 讓我來看一下 沒有沒有 我們也有 我們自己的問題 嗯 嗯 可是 如果要講 平安 安全 這可能是 新加坡做的 是一個 好的一點 嗯 嗯 那這 可能這是對 目前的加沙人 最重要的 最 最需要的 這個東西 嗯 好今天的影片有點長 但是 嗯就是跟大家分享 我們跟這邊的人 互動的一個小故事 嗯 希望 你們大家 嗯 都好 也謝謝你們的關心 嗯 OK 大家拜拜 拜